《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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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的地方会很大大咧咧 我自己在意的部分就会很细致 《词曲》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交的人 其实我即使在这个行业里 我也觉得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 她其实是很小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是唱名歌的 所以我小的时候 从幼儿园开始 就是学校的那种合唱团 特别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唱歌 就有我妈对我的影响 就是因为我妈是一个 特别喜欢唱歌的人 她属于在家里做家务 洗衣服做饭的时候 她都一直要唱歌 所以我们家 从小我妈也喜欢放音乐 然后以前没有CD的时候是卡带 然后后来就有了CD 然后后来我爸又买了音响 然后就从小就听 到上出高中那个时候 开始听各种各样的歌 然后受外面的影响很大 然后后来到上了大学之后 就参加学校的比赛 然后到后来出国也好 所有的这些都是 我觉得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听了很多我很喜欢的歌手的音乐 然后我觉得受他们影响 就像什么陈一迅啊 然后所有的这些我喜欢过的 很喜欢过的歌手 对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跟我爸说 我说爸我想考艺术的院校 然后就是很坚决地把我给怼回去了 然后当时让家里 因为我们家属于那种比较民主的家庭 然后就是 如果这个事情他觉得不可以 他会找爷爷奶奶找老白 然后就是家里的所有亲戚 过来跟你说 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可以做 然后就让你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其实是我老爸到了大学的时候 对我有点放任自留了 他自己很后悔到现在对这件事情 上了大学他就觉得 人家别人上大学都很轻松 然后家长也不太用怎么管了 他就也不太管我 上学也不管什么都不管了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主意变得越来越正 就说白了就是这样说 我觉得都会有吧 其实不是偏离 而是会失去热情 就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变成你的事业 然后这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身边我看了太多朋友经历转行转业 然后自己的工作内容跟自己学的东西不对口 我身边要好多这样的朋友 然后所以就是我能够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们其实是很羡慕我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当你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它原本是你的爱好 是你生活的一个部分 然后当它变成你生活的全部的时候 你就会失去激情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东西变得你必须要去做 而不是我想做而去做的事情 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就会很少了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 但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调整吧 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状态 一个是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还有一个是自己写歌的时候 就这两种状态是截然不同的 然后但是在精神层面又有点相像 就是在台上虽然台底下有很多人 但你唱歌的时候你其实并看不到他们 就是其实你是在专注在这一首歌里 专注在自己的演唱里 写歌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状态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最内心深处的东西掏出来 然后你要表达它 然后你要想怎么把这些感受 然后把它变作语言变作旋律表达出来 首先要登场的是一位 要颜值有颜值 要唱功有唱功的小姐姐 她是成胜追击的经典制作队的张碧晨 上台之前一定要上厕所 就是一定要上厕所 所以我在歌手的时候特别逗 因为歌手到 其实歌手的录制环节 虽然前几期它都是就是录播 但它整个流程其实是跟直播是一样的 就是一趟录下来 然后所以导演是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但是我每次上台前都要上厕所 所以我的知青导演和我的编导 就每次都会提前两首歌叫我 就是让我兴趣 我其实很快就两三分钟就可以出来 但是我一定要上 然后直播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紧张 因为直播就是谁都不可以出错 然后所以他们就会提前三首歌叫我 因为上一周是录那个巅峰会 然后又是用 虽然只是只是一期巅峰会 然后我那个导演就续导 就是上一季歌手一直带着我的那个导演 他就知道我这个习惯 我应该是 我本来是第七个唱 然后第三个人还没唱完 他就把我叫走了 你快快快快快上厕所 然后我就说好好好 对就可能他那个时候他也觉得特神奇 为什么你每次上台先要上厕所 我说就是每个人可能方式不一样 你排解自己的方式也不一样 我可能就是肠胃蠕动加快 对我就是要上个厕所 其实不是紧张 是你那个时候会很兴奋 其实就是你只要上了台 就会一直是那个状态 因为每一首歌你要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选歌 然后包括演唱会编排 你整个歌曲的节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前期要花很大的时间在这个上面 就是演唱会唱的 比如20多首歌 你都要唱什么类型的歌 每一首歌的顺序是怎么安排的 一定是在一个 无论是唱的人还是听的人 都在一个可以一直 能够有一个很兴奋的状态 然后是这样很自然的 推下来的一个逻辑里面的 一遍 用了千遍 千遍 只为一遍 当回忆久远 初心实现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默默地想 其实目前没有特别满意的作品 因为首先第一 我觉得要百分之百的还原你想表达的东西 这个东西一定是要你自己去创作去写的 但是因为我接触创作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的创作一直是在 还是在爬街的一个过程 就是其实你每一首歌当时你写完了你很喜欢 但是你回头再去看你觉得它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还是一直在就是在查找问题 然后你的新的一首歌永远要比上一首歌要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前两天我刚写完一首新歌 然后那个歌是其实小半个月前就已经写好了 然后写好之后我有发给我我很喜欢的词 想让他帮我写词 然后后来发完它之后他就很喜欢 他很喜欢 然后他说这个歌一定他要写 然后我就说我说好 然后结果转天早上醒了之后 我再去听这首歌的弹幕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它不够好 我觉得它排不到可以拿来去配词放到专辑里的这样一个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跟就是唐田就是我的那个关系很好的词 我跟他说我说你再等等吧 我说我再再想一想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忙工作 然后直到前段时间结束 然后我我又自己有时间重新把首歌写完 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了很好 然后就发给了他 然后他现在就在帮我写词 对我觉得那首歌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 其实那天就是整个人很空 我觉得人会有这样的状态 就是你突然间你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好像你做什么你也没有觉得很开心 然后就突然间觉得很空 很空的时候你就会想 我那个时候我也不想吃东西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到琴前面去坐一坐 然后就弹了几个和声 然后就突然脑子里面就有旋律了 然后就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那首歌写完了以后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一种回首的感觉 就是它是记忆里面有很激烈的一个部分 有你很怀念的一个部分 然后可能是亲人 也可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很抽象 但是写完以后你会有 因为我写的时候我只是在哼唱 但是你唱到最后你就会觉得 唱完这首歌你会觉得很累 但是又会觉得很释放 我觉得我有一点双重性格 就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的 尤其在我进了这个行业之后 我发现大家其实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做到 在镜头前和在镜头后让它统一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很舒服 就是因为只有在镜头前你也做自己的时候 你才会能够把很自然的东西带给大家 大家看这个东西才会觉得是成立的 然后但是往往呢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毕竟你在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和你自己独处的时候 它毕竟一定会是两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在人前应该是一个 第一次接触我的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太好 亲近 觉得我很冷 但是当你跟我讲第一句话之后 我就会破功 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渴求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温暖关系的人 所以我会很愿意把我很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 我也愿意从别人身上看到美好的部分 所以我会在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其实会愿意多聊一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互相汲取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经历跟思想 所以但是可能到一个阶段之后 就是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然后我们大家有来有往的交往了一段时间 可能一起出去吃饭或者偶尔聊聊天 到一个阶段之后好像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就是这可能因为我 就是我之前有出国一段时间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过得很封闭 然后把我从一个很敞开的人 变成一个比较封闭的人 然后我会给自己设一个安全领域 就是在可以真诚对待别人的基础上 能够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我觉得也挺好的可能就是因为我这种性格 所以导致我身边跟我很亲近的朋友 他们都是很美好的人 对就很美好 我看我心情 就是有的时候我今天心情很好的时候 我就会讲很多笑话 因为我是个天津人 所以因为我爸是一个特别喜欢甩段子的人 然后我们家天津人的生活真的是就是无时无刻不在甩段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总是喜欢放空 有的时候就很多人在一起 可能我就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那个时候就会表现得比较安静 但是也不会经常这样 对 我想过这个问题 我以前会很想要当老师 然后也想过去开饭店 然后或者是 这个想法其实现在还有 就是如果有一天 因为我并不觉得我会一直在这个行业里 就是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是 是要一生一世继续下去的 然后做音乐也是不会放弃的 但是总会有你要回归家庭的一天 就是如果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或者当你的孩子又有了孩子的时候 就是当走入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 可能我那个时候就不 不再适合在这个行业里继续 继续做这份工作 那个时候我可能需要一个 其他的身份 然后我就想说我想开店 然后就是可以开一个跟吃有关的 还可以开一个跟生活品质有关的店 当老师的心里没什么 就是因为老师这个工作很简单 对因为你接触的是一群可能是相对最 怎么说呢最简单的灵魂我觉得 就是你会容易被他们影响 然后你也会变得每天很开心 然后你的生活也会变得很简单 这其实是我想要的生活状态 我想一直能这样 如果是绕不开的话 工作上的话就强逼着自己去想多想 就是尽量的把事情想得全面一点 然后让自己格局大一点 就是看得远一点 不要局限于你目前的这一点点 而是要往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然后让自己想开一点 然后如果是可以绕开的 那我就一定会绕着走 对我是这种性格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交的人 我其实我即使在这个行业里 我也觉得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 我就是每天工作 然后写歌录音 开演唱会 然后我已经出道 我是从14年到现在 将近四年的时间了 好像我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然后每年要给自己放一个大价 其实我的生活和工作是分得很开的 然后我一直让自己在一个让我自己很舒服的状态里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工作室的人会说 你不能这样 你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要怎么办 就是你要更敞开 然后你要更 他们可能就是希望你多 多去 多去社交 对然后 然后多去接触 然后能够让自己更敞开的状态 但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记得我当时有跟我 我的就是我的工作伙伴说 我说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还在 如果它变成了 我一定要去强迫自己做出很大的改变 要改变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乃至我的精神状态的话 那我就不开心 那我就可以不要做 对 所以 但是目前到目前为止 我还都是很开心的 所以 就是 就很开心 这次演唱会 因为换了整个的 导演团队和舞美团队 然后又在一个更大的场馆里面 开这场演唱会 所以在 舞台的设置和编排 然后包括舞美效果 灯光这方面都会 有很大的不同 再就是 上一场演唱会 其实 那个时候作品积累还是比较少 然后到这一场 其实已经有我自己很多的歌可以唱 然后包括又有新的创作 会在演唱会上 就是出来 然后再就是 还是会有舞蹈的部分 所以 对 所以还是会有很多 好看的东西 再加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一年又一年的演唱会 会让大家看见你的成长 对 来 来 作曲 李宗盛 其实那英老师是在我这个演艺道路上 取了一个很决定作用的人 然后原本我以为一个比赛他只是评委 然后大家都是走个走行事 但事实上我发现不是这样 他真的是每一场都会陪着我们 包括我比赛之后 他是一个那姐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当他教你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不会绕弯子 他会怕你听不懂 所以他就会讲得很直接 告诉你在这个行业里你应该注意什么 然后你应该怎么去好好经济你自己的业务能力 还有包括你要怎么去做人 他说先于唱歌的一定是做人 这是我比完赛之后 他跟我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也是每次我们两个后来联系聊天 他都会提到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觉得他是人生导师 这不光是好声音比赛的时候而一个导师 他有的时候像姐姐 有的时候像妈妈 有的时候又很像朋友 是他会觉得 那姐总跟我说我是她 就是那一阶代的学生里面性格可能最温的一个 然后我也属于那种 他知道我宅 不喜欢社交 他总说我不适合这个行业 但是又他又觉得很好 所以他就很想用他的方式来帮助你来保护你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不怕天命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好可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